10年后的汽车究竟是该加油还是应该充电 这个问题曾经让全世界无数的科技企业 闹得互相翻脸 打得不可开交 而现在有一家中国企业却提出了新的想法 除了油盒电 咱们以后还可以给汽车加水 这家中国企业炒股的同事应该都认识 名字叫龙继 他们在几天前干了一下震惊全国的事 全新注册成为了一家轻能科技有限公司 并想正式对外宣布轻能就是自己下一阶段布局方向 此话一出 股市里和轻能相关的公司瞬间集体大涨 金融业内更是纷纷高喊新的风口已经到来 之所以敢说新风口那是因为龙继想做的是一件规模巨大 而且一旦成功就会颠覆能源行业的事情 他们的计划名为光伏至轻 第一个步骤就是在光照充足的地区利用光伏太阳能来发电 然后用光伏产生的电力去电解这水资源制造氢气 最后再把智取出来的性能以液体的形态输送到各地使用 别看着流程麻烦 但它却是人类所掌握的技术中碳排放量最低的一种解决方案 太阳 海水 氢气每一个环节都是纯粹的清洁能源 基本实现零污染 零排放 可能有人就要问了啊 直接光伏发电不就完事了吗 为啥还要大费周章用光伏制氢 同志们 这个问题差好就是光伏至轻计划最宏大之处 其实啊 长久以来一直都有一个问题在困扰中国的光伏行业 那就是如何把光伏发出来的电送到需要的地方 因为不管是西北荒漠光伏电网 还是在浩瀚东海之上海上光伏 这些地方产生的电都需要非常大 并且复杂的特高压电网以及众多的储能设备来做后续保障 才能送到中心城市 才能让你的电动车跑起来 虽然在特高压和储能的赛道上 中国啊已经领先全球 但现在的缺口依然很大 所以啊 发得出用不上 大量的电力被白白浪费 这就是目前光伏行业最尴尬的现状 而现在呢 光伏至轻计划来了 送不出去的电 那就干脆不送就地深加工 用光伏的电来制造轻能 这样一来 生产轻能的成本 计划可以无限降低 所以这也是为啥今天的金融市场会如此的亢奋 就是因为光伏至轻为整个光伏行业 带来了全新的市场需求 原本上锁的电话板这下瞬间被打开 未来啊 人类的能源解决方案 可那不止一种 在化石能源逐渐被淘汰的途桌 一定还会有更加突破想象的事情发生 之所以 光伏至轻再布局 打开行业新秩序 节能减拍再延续 环保游刃更有余 好了 我升哥 赶紧试试